那接下来下面一条呢 其实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总结 这个总结 其实如果我们要对比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主题讲 就是在校的英文学习英文课 对孩子的要求 以及你要准备标准化考试 所谓的精英教育的要求的区别 大家看一下屏幕上这个窍窍板 实际上你会发现 SSAT跟SAT是被非常专业的教育学者们 研究出来的一套考试体系 那么他对学生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呢 不是说你只是一个具备一定学术能力的 一个文明公民 你可以读你可以写 你可以跟人正常交流 不是这样的 而是他要求孩子掌握的东西 第一个要更详细 第二个更成体系 第三个要更深刻 第四个要有前瞻性 就是更快 你会的东西一定是比你这个年龄要多 这就是选拔进行整个考试体系 而我也个人认为不仅是考试体系 也是孩子的一个soft skills 软实力方面的一个要求 那么接下来分享一下 我认为孩子在不同年级 我们会遇到的一些学习重点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部分 我把它分成从三年级开始到十二年级 第一个三四年级的时候 其实实际上就是打基础 有的人可能认为三四年级 孩子是不是不需要学太难的东西 这样以后有为难兴趣等等 我不这样认为 基本上我认为孩子在不同的年龄 他有不同的使命跟职责 我主要分两个方面去阐述 一个是学术方面 第二就是软实力方面 看一下这个 我们说第一个就是三四年级的时候 孩子需要打一定学术基础 那一定要开始读chapter book 第一个的主要目的就是 把阅读速度一定要提升上来 第二个非常关键就是 培训孩子精读的敏感度 也就是说他在读一本书的时候 不光是看这里面的故事情节等等 他更多关注的应该是 这里面哪些生词出现 他大概scientific guessing 就是叫什么科学的猜测 大概是什么意思 他是怎么用的 这里面如果出现一些好的句子 你或者给抄下来 或者给背下 这个句子是描述景的 描述容性格的 描述动作的 描述心理的 你把这句子能不能背下来 进而在你之后写故事的时候 能够用出来 培训敏感度 让孩子从三四年级 就具有一定的学术逻辑思维能力 这个是非常关键 我更认为 第二方面 如果三四年级的话 孩子想提升 我认为的软实力 坦白讲 我现在讲这个话呢 因为我本身没有小孩 我只是从一个老师的角度 我看到的五六年级 甚至更高年级的孩子身上 我会希望他们应该具有 这样的一个能力 而这个能力 一定是从小培养起来的 所以说我希望孩子在 如果孩子还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作为家长 关注一下孩子这方面的能力 比如说第一个孩子专注力 不管学习任何东西 包括上课也好 在学校也好 或者做任何一个体育训练 艺术训练也好 专注力非常关键 如果一个孩子专注力不好 他的成绩很难提升 或者他做一个事情很难做好 我认为 所以这个提升专注力 我通过家长 我知道有的家长 可能希望孩子能够读书 训练专注力 陪孩子一起读书 小的时候 也有的是 有家长说 家里面姥姥是幼师 所以小孩从小的时候 是个小男孩 然后姥姥就带着他一起 坐在床上穿珠子 一个一个穿珠子 绣十字绣什么的 做这种比较细的活 就练得看能不能坐得住 这个是比较关键 第二个我认为 小孩应该具有一定的自律 自律的意思 有点类似咱们讲的是 延迟满足 就是不能够举个例子 课上他觉得自己困了 他就可能不听了 或者是他觉得今天 可能心情不好 然后他这样的话 他比较会有情绪 如果没有一定的自律的话 其实孩子相对来讲说 很多事情 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但他会做不到 接下来第三个 我觉得负责任 这也是三次年纪 应该培养负责任 负责任的意思就是 家里面 尤其是跟学习相关东西 各个方面 想自己管理 负责任体现就是 我能明显从学生的作业 能看到每个孩子 在不同的性格 比如说我的学生作业 一看他就是糊弄的 就是不知道是 在老师的压迫下 还是家长的监督下 不得不写 但是他写的不好 就是糊弄写的很短 比如说老师要求 写100个字 他可能大概写99 100多一点不写 当然这也是一种能力 因为你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 人家很多大学要求 你用PS文书 最多250 你要写多了都不行 输不进去 所以说这个负责任 就是你能不能 把自己时间掌握好 需要做的这个事情 学习就是你的责任 把这个责任 付起来 这很重要 包括最后一个自我要求 自我要求的意思是 我见到过很多学生 比如说老师给 我们Google Classroom 判完了作业 反汇回去 那孩子自己会看 而会看完之后 他会及时的 把老师给 提出来的错误 改成过来 再给老师发过去 我认为这就是一个 对自我要求的人 而你 我们大家一起想 如果一个孩子 有很好的专注力 他又可以自律 又可以负责任 而且对自我要求较高的话 他一定做任何事情 都不会差的 比如说像我们周六 模考 SAT长线班的一个模考 只有一个男生 一个男孩 七年级 他是我们 SAT长线班 最小年级的孩子 七年级 TFS的 只有他问我 他说老师 阅读部分 您最后一个文章 上面instruction 上面写 一共是55到 一直到55题 然而我在 这个卷子上 只看到52题 是不是我这个页面 没有刷出来 还是怎么样 他特意问我 这孩子从来 以前不给我发微信 所以特意问我一下 只有他在问 所以我能看到第一个是他做事很认真 第二个是他知道去沟通 我觉得这非常好 而最后成绩出来之后 他作为七年级的学生 在英文满分800的情况下 他只错了八道题 他得了720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值得表扬的 这是一条做事要专注要认真 那接下来我们 如果具备这样的素质 到了五六年级的话 我个人认为五六年级 其实非常关键的转折点 转折点的意思是 我强烈建议孩子 从五六年级开始 就要由读故事型的fiction 转成non-fiction 就非故事类型的文章 比如说可能不用短 不用长 短的也行 新闻呢 包括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这样的文章 目的是什么呢 能够拓展知识面 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 并且只有在这样的文章里 你才能看到高级的学术词汇 那不管你以前可能上过 SAC的词汇课 或者考过SACT 词汇看完了之后 是要通过阅读 来夯实 来巩固 来积累的 所以一定要赶紧转型 五六年级的时候 并且在阅读方面 要学会精读 这样才能让你读的 每一篇文章 都是一个行之有效的 学习过程 这非常关键 另一方面 如果从软实力来讲 我认为 像刚才 你看 屏幕上我写的是 要激发兴趣 这是我个人的经验 我认为 孩子们的兴趣 其实可能 大人也是很差不多 孩子们的主要兴趣 主要来自于优势体验 就是他感觉 自己在同龄人中 露过脸 露脸了 比如说 就是家长跟我说的 比如举个例子 老师 学校老师 可能上课 讲英文的时候 提到了一本书 然后就随口问到 咱班谁看过这本书啊 你发现班里面 很少有人举手 都没看过这种 比较深刻的书 可能跟美国历史有关的 我推荐的 孩子看过 也不一定都看完 但是他可能看过一部分 让大家举起手 当同学们都以羡慕的眼光 看他的时候 他的兴趣 啪就出来了 第二个就是 曾经有家长跟我说过 学校里面 老师进行的英文测试 然后同学们 英文的这个 阅读理解的测试 是写Q&A吧 应该是写问答题 同学们下课 都觉得可难 然后呢 孩子他是唯一一个 觉得说 不难啊 这很正常啊 这不就是经读的 主要学的内容吗 然后突然 啪 他的这个兴趣也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 人的兴趣主要体现于 你的优势体验 那怎么能让 五六年级的孩子 就有优势的体验呢 就是 一定要超前 或多学一些内容 你才能有优势 当然除非少数的 可能孩子先天 智力超群 要不然的话 一定要多积累 要多掌握 我觉得优势体验 才能激发兴趣 接下来就是 七八年级 七八年级 我认为非常关键 孩子的学术水平 一定要在 七八年级 push上去 他是最最最最 关键的 学术 为什么这么说 比如说 我认为孩子是应该 七八年级的时候 学习内容加大难度 比如说他对于 现在自己的 有水平的英文 掌握的已经不错了 那么他的学习重点 应该就是学会 怎么去表达观点 和分析问题 不仅体现在 上任何课中 包括他的平时的 思维聊天方式 应该是如此的 遇到任何问题 要多学会问一下 why 为什么 要学会问一下 如何解决 solution how 要学会这个事情 他的advantages disvantages 优点跟缺点 两枚心去看 任何问题 这是一种思维习惯 这个非常关键 包括 七八年级 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地方 很多家长 慢慢会发现呢 孩子学习蛮好的 没有问题 也没有什么硬伤 语法词课都没有 SSD分析很高 然而发现 孩子在完成 任何一个作业的时候 他花的时间特别长 尤其是英文 写的相关 他花的时间特别长 可能在屋里面 自己大概两三个小时 终于写完了一天作业 加上可能看着 比较心疼孩子 休息时间 心疼孩子的身体 同时也很担忧啊 因为你以后 课业越来越重 怎么做东西 这么慢呢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七八年级 必须学会 如何掌握 自己的学习方法 遇到一个题目 尤其讲的是跟英文有关的 遇到任何一个题目 要知道如何分析问题 如何列出大纲 查资料 订出稿 再查资料 补充内容 修改 最后完成 这是一个学习的一个体系 自己学习的方法 七八年级 尤其是优秀的孩子 这方面也存在问题 这是比较关键 另一个如果说除了学术 就是比较soft skill方面 我认为说 七八年级的时候 应该是孩子参加 各类比赛的这个年龄 各类比赛不见得会 接受这个成绩跟荣誉 但是一定要积累失败的经验 积累失败经验 我往往是认为 或者我在教育过程中 会体现呢 孩子往往之前 不管是参加过文艺类的 或者体育类的 有这样经验 失败经验的孩子 往往他的resilience 就他的叫什么 耐挫性会非常强 他做事情很有毅力 同样学东西也比较快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所以就是七八年级 是最最重要的 充学术的部分 如果到了九年级 学术相对同龄落下来了 再往前追 不太容易 这个非常难 到九十年级的话 我认为比较关键的 一定就是完成标划考试 比如说像 我一个学生 两年前的学生 SAT 他今年刚升的Hover 他就是十年级 应该刚上的时候 十年级的 一月份还是十二月份 我忘记不太轻了 他考出来的SAT成绩 考的是1560 对 因为他这样来讲 就能够在十一十二年级的时候 腾出时间跟精力 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了 这比较关键了 所以说 九十年级 是应该你完成标划的 只有时间 它是你的学习的focus 而另一个方面 软实力方面 九十年级 据我所知 是孩子各项活动 出成绩的 这个年级 不管你是 Fencing基建的 还是Hockey的 九十年级 包括是文艺相关的 是出成绩的这个年龄 所以 而且你想 如果出成绩 你需要大量的时间 在这个上面 也比较关键 好 这是九十年级 十一十二年级呢 我认为比较关键的 应该就是 第一个 申请大学了 申请大学 孩子自己的任务 就是第一个 要research 你感兴趣的学校 第二个呢 一定要准备 自己的PS申请文书 这是非常关键 以及 你要对这个 整个十一年级的成绩 像刚才我说 如果我们 希望申请理想的美国大学 十一年级的成绩 非常非常关键 所以说 这三个是我们的学术重点 而我们给一个大标题 就是什么 定人设 定人设的意思 坦白讲就是 因为每个孩子的兴趣 跟爱好 包括在特长 是不一样的 那么到十一 十二年级 就不需要进行 广泛的尝试 各种各样的爱好 不需要 而是应该 挑选出九十年级 在哪些方面 或哪一两个方面 出过成绩 而要focus这个方面 当然不见得 一定是体育方面的 也可以比如说 有的学生说 可能我们之前 是在Montreal生活的 然后我们搬到了多伦多 所以法语 其实是孩子的一个强项 那来到多伦多之后 他读的学校也是 TFS 那么我会献议这样的孩子 法语一定要考AP的法语 因为这在申请好的大学的时候 是一个别人无法笔级 是无法半年到一年 训练出分的 这么一个强项 OK 包括还有一个 比如说 again 像刚才我说 不见得一定是孩子的体育方面 或者是文艺方面出成绩 哪怕是像我有个学生 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 非常喜欢历史跟哲学 那么这个时候到十一十二年级 我们要干什么呢 要找到任何证明自己 这些方面优秀的证据 你要看 有哪些相关的比赛 包括一些活动 要尽量多参加 像刚才我们刚才做那个SACT 经读文章的练习是一样的 一个人看他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传记体小说 一个人是丰满的 做过很多很多事 好的坏的都不一样 然而你发现 从头到尾 持续做的 这一定是你的passion 那同样的 你在十一十二年级 给自己定人设的时候 你一定要非常的明确 向别人展示 你的passion在什么地方 那优秀是需要证明的 而不是说 我爱好广泛 我很优秀 但我没有任何证据 这是不可以的 其实这个概念说 坦白讲 跟大家说句实在话 我在招聘任何老师的时候 我最喜欢招的是 学霸的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个人认为 如果这个老师本身 他读的学校比较好 或者他本身是一个学霸 他就英文这一科 是个学霸 证明什么 证明关于这一方面 他掌握的知识体系 很完善 并且证明 他学习东西比较精神 并且证明 如果能成为学霸 他一定是经历过 很长时间 自己的研究 他真的是passion 在那个方面 那他一定做事 也是负责任的 坚韧的 有毅力的 所以这样的老师 我不用过得的监督 他一定会对学生 对自己的工作负责任的 这也是我的一个概念 大家可以去 评一下这种想法 这是不是就是 不管是顶级私校 或者是 同校 找学生的一个概念呢 录学生的一个概念 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家听到 好多人都说 你要有个passion 然后我们认为 需要获奖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 不管孩子做体育运动 还是自然科学 包括是学术方面 或者是文艺方面 如果真的有一定成就 这是堆积了多少的 努力汗水 甚至是家长的汗水 跟努力 以及资源 当然 所以说一定体现 这个人是真心的热爱 而且他做一个事情 可以持之以恒 能够坚持到底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好了 那基本上 就是我们讲的 在不同的年级 孩子真的学习重点 这是非常关键的 那下一个就是 我通过我的一个教学经验 和跟孩子的一个接触 我跟大家分享几点 因为 像比如说周六 考完了模考 很多家长 给我纷纷的发来了短信 告诉我孩子在哭 他在焦虑 说这个感觉成绩 没有自己想象的好 那首先第一个 是我选的模考题 一定是选最难的 因为我没有必要 去选一个简单的 然后考都是以前 刻上exactly 一模一样讲过的 这样固然能证明 孩子进步很快 但实际上 我们要看的是 最终的成绩 所以 我觉得是这样的 凡事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东西 凡事呢 我认为说 一定要与自己比 要比突破 现在的你 跟过去的你 有哪些进步 是什么 让你产生这样的进步 那不要跟别人比 跟别人比的时候 顶多是比努力 他有这样的成绩 那相应的 他有多少努力 那么你有这样的成绩 你又复制多少努力呢 这个是比较关键的 我觉得 像左边 是我自己认为 比较好的 我忘了好多年前 看到一句话 他概括了这四类人 最平凡的人呢 一定是能力弱 欲望低 他很平凡 但他很舒服 第二个呢 就是痛苦的人 一定是能力弱 欲望高 这能力弱 不仅代表自己 本身的能力 可能代表自己的毅力 自己愿意付出多少 他欲望高 能力弱 痛苦 能力强 欲望低的人 最幸福的 他能做得很好 但是他并不想要的很多 很容易满足 他一定是最幸福的 而最后改变世界 真正能够make a difference 所谓的优秀的人 一定是能力强 欲望强的 所以说 找准自己的定位 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四条 我认为 在孩子们身上 或者是说 私校 或者是好的学校 好的老师 好的公司 好的伙伴 都在寻找的一个人 什么样的人呢 第一个 真实的在意 就是你说这个东西 是你的passion 那你真的是在乎吗 这是课堂我的经验 我的一个学生 我能看到他是 真实的在意 自己的学习 体现在哪呢 如果你想到一个点呢 这个点上之前他做不到 他会非常兴奋 能看得出来他很兴奋 同样的 我当时跟他讲 我说你这个作文 跟你的阅读和词汇水平 根本不匹配 意思就比较低 阅读写作水平不好 我讲完了课 要求写一篇作文 那一天的作业 这个孩子写了三篇 我觉得这又是真实的在意 这不是装的 第二个就是持续的努力 我觉得持续非常关键 持续的学习 比如说我有学生 今年考上了美高的三个最顶级的高中 私立高中 但那接下来不久 联系我 希望想要再学 更深更好的一些东西 我看到这又是持续的学习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因为美高不是你的终点站 长春藤不是你的终点站 因为你要一直学习的这个态度 这是非常关键的 第三个叫宽广的接纳 这也是我的上课体验 坦白讲 我遇到过一些学生 他来的时候 就刚进班的时候 成绩是非常好的 然而你发现 他在班级里面 慢慢的变得黯然失色 我作为老师 我感觉教不进去这个学生 就是他脑子里面 会有固定的思维 也并不是他对老师不信任 或怎么样 而是他有固定的思维 他拒绝接纳 跟自己思路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个人的局限性 他无法突破 这个不好 应该是要宽广地接纳 我认为真正的学习是 要一个对比的思维 对比思维意思是 你学任何一科目 要对比老师讲的东西 跟你已经会的 或知道的东西 哪些是相同的 哪些是不同的 那不同的部分 这些你觉得他好不好呢 不要妄下论断好和不好 要去练习 通过练习实践 来去验证他好和不好 好的部分 一定要把它学起来 用起来 不好的部分 或者你觉得对自己 不太适应的部分 你一定要customize 要优化它 就是最后一个 不断的优化 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我觉得最最关键就是 这是真正的一个 习得的过程 在基础之上 我能做到超越 我学到一个新的东西 我能做到一个超越 就是我们讲一个人的potential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借鉴 看的很多 不管是选秀节目也好 或者什么职场的等等 真人秀等等也好 你发现 往往在最后竞争中 胜出的 并不是一开始 就第一名 或名列前茅那个人 因为慢慢的 在更多的新东西 向他敞开 向他指导的时候 你发现 他自己是思维固化的 他拒绝学新东西 因此他的光环 会淡淡的黯然失色了 而往往最后真的成为一匹黑马 杀出来的 黑马也是让我们观众最兴奋的 黑马杀出来的是那种 在短期内进步最快的 因为什么 因为进步最快 代表一个人的学习能力 和学习态度 这等于无限的可能 无限的可能 最后我非常非常希望 充满无限的可能的孩子们 能够明确目标 持续努力 明确目标 持续努力 这个非常关键 跟大家共勉 这也是我个人对自己的要求 OK 今天大部分就到这儿 那我们有什么问题呢 咱们大部分 应该都有 大部分同学 大部分应该都有我的那个微信 然后有什么问题 可以跟我单线联系 所以我希望 大家能够把握比较关键 总结一下 关键的几点就是 第一个 孩子在不同年级 我们去 去supervise 孩子学术方面能力的 家长要懂一点 要知道一点 因为这样你才能少踩坑 少走弯路 才能正确的知道孩子是否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第二个就是 如果有任何 可能 跟孩子私自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再问我 好不好 那我们到时候再联系 谢谢大家时间 OK 今天就到这儿 好吧 那我们再见 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可以给我留言 微信留言吧 好吧 今天就不占用各位时间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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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